接着要来看到昨天立法院司法及法治委员会 审查民进党版的促进转型争议条例草案 引发了朝野论战 由于民进党版的这个促转条例时间 只限于威权的统治时期 而整理的事项包括开放政治党案 处理不当党产等等 那么也遭到了这个国民党质疑 是政治斗争的工具 而原住民集的立委在今天 也在院会的国事论坛表达深切遗憾 本期今天看了民进党的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草案 它的调查的时间是从民国三四年到民国八十年 规划调查的事项是开放政治档案 清除威权象征 贫富施反不法 为什么不谈原住民这几千年 被殖民被迫害的历史呢 转型正义的目的不是清算或斗争 而是要包容跟和解 民进党如果真的要谈转型正义 请先通过原住民的土地海域法 请先把原住民的土地的议题 放到你们的转型正义条例里面 列入以后我们再开始讨论 立委通批 助转条例没有纳入原住民族转型正义事项 认为民进党没有诚意面对 原住民族因为殖民政策错误的延续 而失守的固有土地权 对此表达遗憾 立委呼吁促转条例不应该只做半套 呼吁民进党要审慎思考 不要强行通过